鲍威尔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美联储失去制定政策主动权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华尔街日报2024年6月12日消息 尽管通胀数据温和 美联储预计今年仅降息一次 央行官员认为 在等待较长的时间降息后 明年通胀将更接近目标 根据消息 美联储继续维持基准利率 稳定在5.25%至5.5%之间 这一举措符合普遍预期 新的经济预测显示 19位官员当中的15人 预计美联储今年会降息 其中降息次数大体为一次 或者两次 这些预测的中位数 反映了一次降息的预期 大野猫认为 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 所谓的预计降息 只是官员们的推测罢了 而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并没有任何暗示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直播我看了 首先鲍威尔宣布利率维持不变 但是做好了政策改变的准备 这里所谓的政策改变是指加息或者降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看一看鲍威尔他给出的理由 他说他现在的目标叫双重目标 即最大限度就业和物价稳定 通胀率依旧目标在2% 鲍威尔随即给出了一大堆数据来论证 他的双重目标正在达到预期的过程当中 美国经济稳中向好等等 有人问怎么看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 美国现在降息风险太大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 在没有达成一个可预期的经济平衡时 降息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先谈一谈地缘政治 从美方视角 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战争 除了热战之外 由于美国之前几十年的作风加上宣传 美国货币政策这把剑 功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形象 几乎已经被神话了 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 假设这一次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的情况下 就宣布放水跑路 也就是当神话被戳破的那个时刻 一定会在信心上打击美元的可靠性 它会不会实际影响到美元在世界上的地位 这个还不清楚 但是它等于把美元的命运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美国想要达到的目标 通过货币政策拉爆中国经济 然后进行收割 是几乎不可能的 即便有可能 风险也是非常大的 为什么这里边包括了战争的风险 假设中国被收割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不会发生直接在台海 琉球和南海方面的战争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然后美国势力退出西太平洋波斯湾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觉得它合适吗 美国可以收割中国以外的地区 有人说 但是也存在着相应的风险啊 假设美国收割了东亚东南亚 比如日本韩国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越南 还不如说收割了中国 为什么 因为收割了中国 美国可以立刻避免战争 退出西太平洋 现在的问题是 你收割了东亚和东南亚 什么意思 你等于说加速了这一地区 人民币的国际化 大家可以不用美元了 这个东西美联储是一清二楚的 那有人说可以收割一下拉丁 美洲啊 这个当然可以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美国准备说西班牙语了 什么意思 贫穷落后 没有发展前途的拉丁美洲 要么红色革命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时候是喜闻乐见的 要么集体润亡美国 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 这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的 那么美国只能收割两个地方了 一个是印度 体量太小 不够吃 另外一个是欧洲 因为傻子太多 又是块大肥肉 挺不错的 但是问题 你收割了印度和欧洲 你收割的是谁啊 你未来的合作伙伴 和现在的盟友啊 给大家一个感觉 美国收割的是自己的盟友 给美国当盟友 是非常危险的 我刚才分析的是什么呢 美联储在地缘形势 不明朗的情况下 不可能随便的降息 以及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 最后大概率收割自己的盟友 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 美联储在制定政策上 已经失去了主动权 这里所谓失去主动权 不是受制于人 而是在进行下一步行动之前 考虑美国以外的因素 其中就是包括中国 俄罗斯和欧洲方面的因素 举个例子 本周一金砖国家外长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大帝 暗示金砖国家正在筹划 新的货币支付系统 并且抛弃美元 同样的 本周一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 发表了一篇高盛高管的文章 题目是请不要 做空美元 他这里的美元 是指美元霸权 在严厉措辞的背后 体现了美国金融高层 对新兴市场货币计划的恐惧 再比如上周加拿大欧洲宣布降息 他们在干什么 是与美国分道扬镳吗 还真不是 他们也在察觉了美国在制定政策失去主动权之后 所以公开与美国唱反调 目的是让美国思考的时候也把他们考虑进去 他们之前是美国这个饭桌上的一盘菜 现在他们要坐在这个餐桌上了 综上所述 与美国绝对霸权的时代不同 如今美国要尽量保住美元霸权 就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不是想什么就干什么了 那个美国为所欲为的时代 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了 除了地缘政治以外 在美国逐渐失去单极霸权的过程中 之前没有的一大堆问题 现在也逐渐变成问题了 在美国单极霸权的时代 美国先后收割了东南亚 造成了东南亚金融海啸 同时影响到了俄罗斯 他又收割了一遍俄罗斯 以及通过科索沃战争 打击了欧元的地位 但是所有的经济战金融战 都是政治经济学范畴 都涉及到民族荣誉和文化认同 在美国单极霸权的时代 被收割的地方 只是敢怒不敢言 就更别说行动了 除非你是本拉登 如今美国霸权退场的时代 如果美国想继续沿用之前的做法 那么一定会遭到反击 现在美国面临的问题是 一方面美国因为制造业的凋敝 再工业化的失败 导致逐渐失去美国军事霸权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想跟美国玩了 而美国同时要保护美元霸权的地位 所以必须多方考虑 如今打算把利率维持不变 有些硬刚的感觉 但是没有办法了 这也是所有可控性政策当中最好的选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回到美国国内 鲍威尔的双重目标 保证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 是一个平衡性政策 如果无法保证充分就业 或者物价稳定 那么引发的就可能是社会动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 提高了美国政府的统治成本 但是从鲍威尔的角度呢 这完全就是他的自圆其说呀 什么是保障充分就业呀 鲍威尔开始加息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 他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因为就业市场火爆啊 所以大家日后可能会看到 非常奇特的就业数据 虽然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就业人数没怎么变化 但是新增就业岗位再创新高 比如说今天我辞职了 然后过两天我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这玩意儿叫什么 叫新增就业 再比如 我白天呢在TikTok上直播带货 中午呢给一家小企业写文案 晚上当Uber司机 一个人三份工作 这玩意儿叫什么 三个新增工作岗位 有了这些就业数据 鲍威尔就有理由去达到他所谓的目标通胀2%了 保持利率不变 是与鸽派的妥协 否则继续加息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 在美国失去了制定政策的主动权之后 美国的外部影响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影响 俄罗斯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美元的国际地位 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国内政治 那有人问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啊 综上所述 大野猫认为 明年吧 今年就别指望了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